在许多中外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 议论纷纷之际 中国却亮出了另一盏红灯 北京的土地储备贷款超出2500亿元 专家指出这是中共腐败的结果 而且不只是北京 很多地方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据大陆媒体报道 接近北京市国土局的人士透露 从2009年至今年5月 北京市土地储备贷款总规模 已超过2500亿元 从今年初开始 大规模还本复息已经开始 每月需还本复息在100亿元以上 然而今年1至5月 北京土地出让总收入才只有250.6亿元 北京大月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说 不只是北京 受严厉调控政策的影响 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下降 由于前几年过度依赖银行土地储备贷款 进行土地一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很多地方现在土地储备贷款 偿还压力都十分巨大 据了解 土地储备贷款是指政府部门为储备土地 而向银行提出的借贷 主要是土地储备部门以低廉价格 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 然后再以天价拍卖出去 拍卖后的所谓土地出让金 拿来归还贷款 财经评论员于峰会指出 在2009年和2010年 北京土地出让收入总共为2600亿元 偿还贷款绰绰有余 但他表示 由此分析得出 北京土地出让金收入并没有拿来归还贷款 而是挪作他用了 5月31号 朝阳区国土局的负责人 在一个土地推介会上透露 光是朝阳区土地储备贷款的每天利息多过1300万元 相当于一架飞机的价格 《环球时报》评论说 北京土地财政接近破产的边缘 中国以房地产为主要抵押品 以造成运动作为主要燃料的这种激进式经济发展模式 将告一段落 报道出来后 消息在网上迅速转贴 中共企图和谐却不成功 网友好想当公仆说 官员们可以使劲地挥霍 最后是聘民买单 也有网友认为 地方政府负债太大 加息是不敢的了 不加息呢 物价又不得了 看来是无解了 有人说 北京尚且如此 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怪不得有人说 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于峰会表示 我们不必惋惜土地财政临近破产 因为土地财政破产 对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机关 对保护土地 一直高房价都有利 有破才有利 土地财政破产后 必将迎来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 更加健康的房地产发展方式 而周亚辉在中国行将崩溃的七大特征文章里的 第一个特征 就是提出国家财政问题 文章写道 中共最近几十年 靠挖矿卖矿来钱和卖地来钱 维持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 以维持财政开支的快速增加的需要 但是土地是有限的 低价争地引发民怨 中共的财政收入将来难以维持那么大的水平 所以中共政权会因为财政危机而崩溃 新唐人记者 吴维 李若林综合报道